歡迎收看 新店玩快樂 不行不行不行 幹什麼 跟大家介紹 不要過打架 我們好好介紹一下 正式做一下 OK 好 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黑色子彈裡面的男主角 大家不要看到我一副憂鬱的樣子 你們覺得我很弱 OK 基本上呢 我有我的擦滴手槍 還有天同式戰鬥術 大爆大甲 講得那麼好聽 是要笑死誰啊 什麼憂鬱臉 你根本就是不要臉 你說錯了… 是不信臉才對 不信臉跟你屁事 你這個八婆 到底是誰說話這麼尖酸科婆 你說誰八婆 你剛剛搞清楚 我是刀劍神域裡面的 當家花旦亞絲娜 我可是擁有閃光般的高速攻擊特色 我告訴你 你要是惹我 小心我 對你不客氣 OSKE 我們一個是黑色子彈的人 一個是刀劍神域的人 兩個不同的作品 只會繳獲在一起 難不成 怎樣 好 我知道了 該不會是你最近跟你的愛人 同仁先生感情不太好 所以偷偷地想要暗戀我 跟我約會 我跟你講 這樣子… 我這個人不隨便當人家小三的 這樣好了 如果你先跟那邊分手 切根聽之後 我們再聊聊天 約約會 等等… 你真的越講話 越聽不下去 你想像你怎麼那麼豐富 不阻止你還越講越誇張 我們不過就是電極文庫 跟SEGA合作家用版的 2D對戰格鬥遊戲 電極文庫 Fighting Climax 什麼交往約會 屁 下輩子吧 你 我當然知道 我故意考你了 好不好 我看你們撐住 你撐住了OK 我了解… 那個胡說八道 那命來吧 冷靜 等一下… 好 機會 好 到底誰 頭痛 好 到底誰比較會打 我們看一下本週 新遊戲介紹就知道 有味道嗎 有味道 新電玩具打 王樂也有問你 最近神魔之塔的召喚師聯賽 你積分怎樣 莫再提 好 我記得有個關卡 這麼爛 我不想講出那個字 你不要…不要激我 好 怎麼樣 我記得有個關卡 敵人提出要求要轉成七個攻擊 才可以對他造成傷害 我整個被轉殘了 好 OK 那大概平均一場 你的combo數是多少 大概 其實都combo不到了 我忘了 OK 沒有關係 就不要再問了 沒有關係 我今天介紹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好嗎 一個非常實用的APP 叫做轉珠練功夫 當然之前其實我們有介紹過 這個轉珠練習系 不過這個更厲害更進階 好不好 有比較簡單嗎 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你可以練功一下 你看 對不對 對,可以練 對嗎 可以練 好嗎 然後你也可以 刃牌 八牌 單條 好 比如說刃牌 我們是要幹嘛 就可以練打擊的主動劑在這邊 對嗎 就可以練打擊的主動劑在這邊 你可以看自己的平均是怎樣 八牌是可以無主動劑 加這個 增開的三排練在這邊 對不對 增開三排就在這邊 八排模式給大家看一下 另外單條的部分呢 怎麼樣 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隨便玩好不好 好 你看 比如說你隨便玩對不對 好,隨便玩… OK 三個Compo,四個Compo 五個Compo還好 好 然後呢 現在是在默默醜品的意思嗎 沒有…小招… OK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影片按這個 分享 它就可以分享到… 對不對 在裡面 對,就可以分享出去 OK 然後另外呢,希臘 有沒有… 這個練習箱三顆 然後釣一顆強化豬的那種模式 有沒有,然後再可以切換 有沒有 還可以切換 對,去練習它 另外呢,教學模式比較特別 轉豬…有沒有 它會連接到呢 所有YouTube上面的所有的這個 比如說很多在網路上面 分享的轉豬 可以看 等於說呢 你安裝一個轉豬練功鋪 你就可以讓你的轉豬的能力 大大提升 是不是 介紹得很好 看起來還蠻實用的 還可以而已,好不好 好嗎 給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看一下燈招的 我想要讓我有人太臭屁 看一下這個禮拜的 什麼最好的光影片 開工了… APP建定式開工了 怎麼樣,今天又接受哪些 委託人的委託 來幫大家做APP掃雷的任務呢 今天呢,這一位是 錢金角 他說我超愛玩塔房遊戲 最近想要載一款叫做 Castle Red 2的APP 但是要收費90元 讓我有點想要載,但又怕雷 所以可以麻煩 那豆哥、樂妍姐姐幫我測試嗎 90塊錢的確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吃一餐 對 還要買個飲料喝 可以搭五次公車 對,所以我們現在要來 好好研究一下值不值得 對 在這邊,在這邊 Castle Red 2,好嗎 我們先看一下裡面 有沒有 我們從這邊看得出 它是一個塔房遊戲 對不對 他們的特別是… 注意到有沒有 這邊有看兩隻手 有 表示應該可以兩個人玩的塔房 你看,畫面其實… 說實在,畫面還蠻可愛的 對 另外這邊還可以手對手 商人 手對手 雙人的意思 好嗎 那我們先…我們來試玩看看 Continue 好不好,那我先選我的要的那個 再選一個,魔法 當然後面解鎖就可以更多兵種 來,可以開始 有沒有,它上面錢會增加 然後我們就趕快… 來吧 然後這邊是技能,但技能還沒滿 你把我把我砍死了 有 你算是心智很重人 一定要 我的城堡快沒了 我城堡摔一個 我要贏 你們知道誰… 甚麼叫塔房大師 塔房大師 我睡個覺起來 可不可以就贏了 你睡個覺嗎 你睡個覺嗎 你真的要贏了嗎 他在上面 我的天 真是討人厭 帥慘,有沒有看到 好,Victoria 好 好了 好,我們這個遊戲試玩它 我們應該是嘴臉真吵 現在我們要幫這個遊戲評分 好嗎 3、2、1 兩倍太低了吧 你太胖了 我出來已經覺得不好玩 好,我們再玩一次 我已經給太低了 所以我給5分好了 所以要不今天他輸我 他就會選1分 好嗎 總之我覺得這個遊戲 我推薦給大家 90塊錢的遊戲 其實不錯 而且可以跟朋友一起對戰 對 所以你們自己評估好不好玩 因為一般的塔房 大家只能自己玩 這個可以兩個一起玩 我覺得可以增加彼此的感情 像我現在就好了 樂言 好 譬如說 你可以護照對方的頭髮 是 好,冷靜 這樣子的 看一下 先給你介紹 好,大家好 謝謝各位 馬豆哥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最近 哪裡不太一樣 好嗎 變炮 什麼 什麼啦 找到你狗嘴 吐不出象牙 你看過這個世界上 哪一隻狗嘴巴裡面 吐出象牙嗎 這樣牠身體不會爆炸嗎 在想什麼,那到底在講什麼 算了…我不想跟你說了 我最近去做了一系列的 很密集的特訓 我覺得我的內功大真 蛤 你除了做腿部的特訓之外 你還做其他的特訓嗎 沒有 我都沒有說你胖 你一直說腿幹嘛 我都一直說 我才說一句 我才剛開始說 手在那邊扣子給我解開 怎麼樣 一個什麼 你要幹嘛 這麼多人 我要讓大家看到 你眼神的肥肉 沒有… 我設定是非常好 你看曲線 好不好,OK 這次我們這次見比較大見 好,重點是怎麼樣 你跟人家講什麼 重點是我們這次 有一系列的動漫特別企畫 這個期望還沒結束嗎 當然還沒 所以我這次被安排到一個 很有名的動畫公司去實習 我整個在裡面 吸血了非常多的經驗 好,我跟你講 你算是百年難得一件 練武器材,你知道嗎 怎麼樣 因為一般人像我們出演外景 沒錯 好累… 我知道 想不到你出演外景之後 如此開心興奮 這樣好了 以後我們節目三分之二 你去出外景就怎麼樣 其實不用啦 你少在那邊吸太樂快 沒有…我好可惜喔 我好想跟喔 明明就想要在旁邊吹 沒有… 我這麼一點都沒有感受 頂上了嗎 他說他好想出外景喔 只想而已 突然是怎麼樣 兩隊為什麼要記載了影片 我這次帶來很多有趣的影片 趕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們的動漫特別企劃 最後一站 來到了宗教東路六段 為什麼我們現在人在這邊呢 因為這裡有一家 國內知名的動畫公司 許多玩家心目中的經典之作 FF系列的過場動畫呢 就是出自於台灣精英之首 而且相信許多電視器前面的朋友們 一定有許多人對動畫也很有興趣吧 那今天呢我就要帶大家去體驗 實習餘下 讓你們開開眼界 走 CG電腦動畫自1988年成立以來 開啟了台灣動畫代工市場 不但製作多部日本遊戲動畫 業務範圍更是延伸到歐美市場 今天有幸來到這邊 一塊幕後製作的神秘面紗 樂人物啊 一定等不及要來拜師學藝啦 哇 哇 這公司也太貼心了吧 知道平常人工工作的時候 壓力會特別大 居然還給他們這一面牆 輸壓讓他們塗壓 我既然人已經到就了 不來簽的名 這怎麼可以 但你也知道身為一個專業藝人的我 平常呢 身上隨身攜帶簽名筆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剛好身上就有這麼一支 趕快我來簽一下 我簽在 小姐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你好 你好 我是那個新劇團快打的主持人 我叫王樂妍 然後我今天要來西雞學做動畫 然後但我現在看到這面牆 想說剛好來簽一下名 不過今天製作單位說我要來學業的對象 是張士華導演 我就是 你好 導演 原來就是你 怎麼看起來這麼瘦弱 我好像都快點他大隻了 那你等我一下 我先來簽個名 因為我要簽哪裡好 這邊基本上都是一些 以前的動畫大師在簽名的 那我好 那沒關係 頂多收回去而已 歡迎你今天來實習 不過在實習之前 我們有先準備一些小題目 你要通過這個小題目 你才可以 幹嘛 加入實習 蛤 實習還要先有測驗啊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測驗是 這個是今天的題目 牆上找出以下三個製作單位的簽名位置 怎麼這麼多啊 我還沒發現張店牆原來這麼大 星際大戰 真的 有接近 他是其中一個角色 不過我們今天 今天要找的重點是 有喬治盧卡斯簽名的版本 喬... 有 R2 D2 等一下喔 這個... 這個... 那是要怎麼 對 簽名在哪 這個就是他的簽名 這是他的簽名 好啦我只是說導演非常的藝術家 OK 連他的簽名都非常的藝術 好 第二個呢 那下一個題目是... 綠光暫停 這個我剛剛有看到 這裡 那最後一個題目 最後一個題目是... 好好用 背海小英雄 背海小英雄 我知道我到我到 背海小英雄 比我想像中還聰明 很快就全部找到了 憑我的聰明才智 輕輕鬆鬆就通過了入學測驗 為了讓我的實習之路 能更快進入狀況 貼心的導演 先帶著我認識這裡的環境 向我介紹曾經合作過的動畫作品 包含像是星際大戰 生化戰士 鬼太郎3D動畫等等 以及字字的原創動畫 超限列賓凱能 這麼堅強的陣容卡司 讓我迫不及待想開始今天的實習課程啦 我現在要準備跨出我動畫的第一步 導演 所以我們第一步到底要做什麼 我先來為你介紹我們今天要使用的軟體 這個軟體叫做Maya Maya 它可以建模 然後也可以做動作 然後可以上特效 一手包辦就是 對 所以其實會Maya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一個動畫做完 今天我們不建模 我們只讓這個角色動起來 動起來 對 我們來讓它腳舉起來 拉動它 它現在腳就動起來了 好酷喔 如果這個時候按旋轉 就可以讓它腳踝扭動 然後你看手指 它每一個手指頭都有控制器 好 你看它動了 真的耶 真的挺難的耶 你要操作看看嗎 先 360度 真的耶 好酷喔 原來我看這個動畫是這樣來的啊 如果那個動畫超多表情的那 那不就 就非常的麻煩要做很久了 就離職了是不是 既然你提到了表情 對 那我們就來讓它動表情 你知道平常我們看那個動畫 然後它們很多急眉弄眼 然後那種很吃驚 就是各式各樣的表情 超可愛 超逗趣 你看控制器上面那些圓圈 這些都是可以操作的 你把眼皮開下來了 它變成傻了耶 好酷喔 你看看這個是嘴巴 等一下可以咬東西 我剛剛講話的時候 對 你來試試看 好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控制 原來完成一部動畫 竟是這麼繁複的事 每個能動的細節 都要靠動畫師逐一設定 除了要有好的眼力之外 最重要的更要有耐心 我才試做了一下子 就快要崩潰了 也多虧張導演的細心指導 讓我對動畫工作 有了初步的認識 接下來 我們要轉移陣地 到企劃部門 做更深入的了解囉 這裡是企劃部 它好眼熟啊 它就是我們做的凱嫩 剛剛有介紹之前有介紹到的 剛剛呢就是小小隻的 哇 它變好大隻啊 那個主角 但是它 它們的故事其實是什麼 導演要不要解說一下 在宇宙之中的 戰爭與愛情的故事 有四個陣營 那個時候已經 人都已經上了宇宙了 然後有地球 有月球 有地球 有火星 還有海盜 主角是月球的人 雖然都是月球的人 不過其實都跟我們 是一樣的人 不是外星人 但它跟我們長得還滿不一樣吧 這不是人 它是 這邊有駕駛艙 然後主角會坐進去 在那邊開 所以它每天這邊陪你們辦公 是不是 它是你們的那個吉祥物 是的 那我們要介紹前面這邊 是健身房 對吧 對 所以健身房的用意是 是啊 我們下班了以後 可以好好的運動 下班以後開了門直接出來運動 沒錯 免得又可以 也太方便了吧 雖然每天坐著會職業傷害 這邊會越長越大 哇勒 這間公司真的是貼心到家 還特地準備這個視野遼闊的休憩空間 讓大家在工作之餘能適時的運動放鬆 好啦 玩也玩過了 為該任命開始認真工作囉 哇 好像大家都很忙耶 可是我後面這一個 為什麼辦公室裡面要放書櫃啊 他們好像根本也沒空看書啊 這邊是影片 需要靈感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點片 我看你們平常都在看一些什麼 藍色大門 這個是動畫片該有的靈感嗎 我們也可以擷取一些真實的電影 藝術片是不是 對 來模擬一下 用在動畫身上 沒錯 而且我看到為什麼牆壁你們要貼這個分鏡圖啊 有的時候我們 你知道我們拍戲的時候 導演都會畫的這些分鏡圖 對 我們會把它貼起來以後 所有的人 比如說設計師 然後大家來討論 討論說比如說好不好看 或者是我們討論說 我們到底要畫哪些東西 做哪些東西 然後這邊都是我們的設計 他們是我們的設計師 全部 對 可以問一下他們平常 這邊都在裝忙一些什麼嗎 那你現在也在做的是 我要畫機器人 店中可能需要一些登場的機械設定啊 那我們會先從就是草稿的部分 先就是在概念上 然後畫起 因為我感覺它好像比較平面耶 對 因為一開始我們比較需要去確認 就是它整體的輪廓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武器啊 然後可以演一些什麼樣的戲啊 可以演一些什麼樣的戲 對 比方 這些你們都要來設定 對… 因為比方像 你們可以寫劇本耶 劇本的話 我們會有更優秀的 更專業的人負責 這個 這個… 照看之下我還真看不出這個什麼耶 這個是攝影棚 攝影棚 對 你不覺得它看起來還滿熟悉的 還可以打車喔 對 它是專門拿來拍模型拍玩具用的 那我們有時候會 要取一些好看的角度的時候 就會實際上拿一個東西來去實拍 動畫有很多很多東西需要去告訴 後面製作的人說我們要做成什麼樣子 哇 那個步驟真的好複雜 好多喔 對 有非常多的東西要準備 想不到模型 居然還有自己的攝影棚 會不會太時尚了一點 那我的任務是… 接下來你的任務就是要進行實際的實習 要做出優秀的3D動畫作品 首先要把角色的樣子 從平面變成3D 因此導演指派給我的第一項功課 就是把角色的髮型用黏土實際做出立體感來 以確保角色的每一個角度都符合原本的設定 一次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不過你想要很大塊的很狂野的雕塑也是可以 所以不一定要跟上面很像嗎 它只要是形狀 確定是可以做出來的形狀就可以 1 2 3 4 出根 好了 好了 留牌好了 為什麼你們都要偷笑 你這麼不像嗎 是不是一樣 你們笑的大聲是怎樣 滿像的啊 導演你說說… 側面的話 問題出現了 我們全部都蓋在前面的時候 我們一轉到側面 頭髮就都不見了 對耶 對耶 那就表示我們黏的位置有錯誤了 後退一點 所以你360度都要對一次啊 沒錯 要不然的話就會有些角度變得很醜 我的天哪 光是這頭髮360度的塑形 就讓我傷透了腦筋 我終於深刻體會到 什麼叫做面面俱到 經過一番折騰與導演的幫忙修飾之下 總算做出了點樣子 那我們剛剛捏完黏土了 是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你最害怕的 為什麼 要畫畫了 畫畫 不過這個畫畫很簡單 應該… 畫畫哪有簡單的 你小時候有沒有畫過塗鴉本那種 只要上色的那種 有… 這個我喜歡 有點類似那個 好… 我們的工作就是 負責告訴3D建模師說 這什麼顏色 然後還有什麼畫文就好了 對… 所以你也不用畫得太仔細 甚至我如果覺得東西不夠 我覺得它看起來不夠華麗 我要在上面加彩帶 把這樣加上去 到時候3D建模師就會知道說 原來這邊要有彩帶 它就會在這邊再加上彩帶 這隻小梅里花在上面刷顏色 我變成成方連了 其實你坐在這裡也非常有耐心 對 像我們那種脾氣那麼暴躁的 有了… 好抖… 我把手畫得好多 這職業很艱難 而且你們一定不能喝酒 因為手不能抖 不行,上班嚴禁喝酒 完成 差不多了 那最後還有一個蝴蝶結 真的 醜了一個三天 好了 通常我們當然不可能就這樣完成 大家會幫它… 對啊 塗滿了以後會上陰影 然後… 上光 這麼複雜 對… 還要上陰影,上光 因為… 場景有材質 然後有自然光 比如說它那個… 它會有… 會是顯現什麼樣的色調 那些都會放上去 那今天我們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就先這樣子到此為止 也沒有讓人更不夠 這些已經轟炸過了 我先去外面送一下健身房 好 謝謝導演…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來吧 那你自己隨便… 隨便來 我現在… 非常地需要它 經過了… 一整天… 漫長的… 戲劇學習之後 我覺得…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我還是好好當我的主持人 跟好好演舞人戲好了 但經過今天的體驗 還滿開心的 因為感覺自己學到了很多東西 你看… 又是360度旋轉 然後又是幫那個… 3D的模型上色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特別的不一樣 但經過這一些 我真的非常地需要發洩 快回到新店花館了 各位同學 趕快把你們的紙跟餅拿出來 因為我們的日文就是要開客了 你今天整個一種小班長的感覺 還不錯喔 你說對了 同學 你的紙跟餅呢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不是提前,好嗎 你知道人家整個咄咄逼人的感覺 跟小丸子裡面的玩偶 非常地一樣 你知道嗎 同學,不要囉嗦了 快點認真上課 好,那我們就上課一下 今天是日文課,好嗎 但是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要找的這一位 這個老師大家都很熟,對不對 對,我非常喜歡他 本身… 算是一個假教學真賣東西的老師 真商人,是嗎 好,我們歡迎昂長 哈囉… 哈囉… 歡迎… 歡迎… 今天是Dragon Ball Z的商品 很可愛,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我覺得他的病越來越嚴重了 沒有關係 你現在賣些什麼呢 第一個 這就是Dragon Ball Z的唱法 Dragon Ball Z的唱法 那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Dragon Ball Z的唱法 我答不解 都不解,真的 I-O.SAMA,我提醒你Dragon Ball Z的唱法 味道是M 엄마 HP的獅子力大 超級了 Dragon Ball Z的唱法 Dragon Ball Z的唱法 Dragon Ball Z的唱法 這個… 冷掉了 不是…那個新鮮的 我冷到都掉不下來了 這個很吸… 它現在一般不會這樣吧 吃用嗎 你吃吧 大丈夫…吃 HP值大增加 有什麼感覺 好吃嗎 麻麻…OK 不錯 第二個你看一下 Tapio no Tsurugi 好長喔 太長了啦 Turugi的意思是劍的意思 Turugi… 對 這個是格鬥攻擊力加強 せーの 攻撃力… 攻撃力… 這個也是試試看嘛 有試用品的 是… 這個是好像很硬硬的木棒 但是用這個… Tapio no Tsurugi的話 容易劈斷的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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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起來… 你把那個… 講得那麼神奇 不是…這個… 這個… 對… 這個給你用 是我嗎 可不可以劈斷呢 那…那我先試試看 你先試 拜託我是練過的老師 你注意一下 OK 真的不行嗎 你的手在… 我先試試看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應該是會的 很奇怪耶 我直接也來手好不好 你… 我來啦 天啊… 第三個… 煩惱力… 四…六個… 六個… 這個是一個機器人來的 喔… 機器人… 這個是… 遺跡探索用的工具 料理也能夠做得到 就書上了 那介紹一下我們的機器人 好… 好… 你看看很厲害 真的 有點帥 很帥 所以… 老闆,你說他可以… 幹嘛?料理… 然後可以探索遺跡 對 探索… 這個我們也要堅持一下 好… 怎麼… 等一下 那麼小一台 可愛 怎麼可能可以做料理 我說今天是這個試用品 還沒有完成的 那什麼時候要完成 大概2086年才可以完成吧 就是我一百多歲的時候 就可以完成 現在可以預約好 真的假的 可以預約 可以拿這個鍵開始好了 現在可以完成 我們先看一下本週的C GAME介紹吧